國安會秘書長顧麗雄出席了雷震民主人權紀念講座來發表演說 他認為台灣今年充滿了讓人憂心的挑戰 尤其是面臨中共對台灣的任職作戰 恐怕是會大規模的干預明年的大選 從網路攻擊 緊急脅迫到任職作戰的操作 台灣的民主自由體制將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而台海危機升高 不但衝擊了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也為全世界的民主人士敲響了警鐘 對台灣而言 2023年本來是充滿了任職遊行的挑戰 近幾年來 顧麗雄表示 面對中共的種種威脅 政府始終戒勝以對 當前國安戰略目標是維護得來不易的民主 自由生活方式 維護台海區域和平穩定 也將會持續的強化國際上的合作